人生短短几个秋 不醉不罢休 冬天我的美人 她心肝黄和流 城里的月光 她梦照亮 请温暖她心房 我们这一天天长大 平子的偶遇龙树下 连我都不相信 我可以这么快就忘 这是我唱歌的情况 因为我也等了四个小时 如果她不来的话 我把花送给你 好吗 这节目一路走过来 还是对唱歌的一件事 你不再纸张和恐惧 我寻寻觅觅 寻寻觅觅 一个好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 算不算太高 很紧急啊 你轻轻呼唤我 我就在你身边 哥 现在速度是多少 就125 是比原来快了吗 快了 原来120 120 我怎么还是觉得慢 这快点 哥 你快弄到126是不是 126 好像又有点快 我觉得差不多 差不多多少 行 我再来一下 海天位极仙 绣书跨界别仰仙 极仙开绣 我来自我 离开心 我真的很想 我来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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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闹着那些 我来自我 上海 我来自我 来自我 如果你走得太累 需不需要我陪你一回 陪你擦干你脸上的泪 和你莫名的伤悲 如果你的世界 需要一点安慰 我就在你身边 在你走过的岁月 喜怒爱了是否都有一点 太美的梦曾让你沉醉 太多的爱情也让你心碎 如果你的黑夜 需要一点依偎 我就在你身边 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 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 但也许我可以陪着你 放下哭泣 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 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 还是只要你轻轻地呼唤我 我就在你身边 我就在你身边 当你纯真的双眼 开始怀疑着沧海桑田 昨天的执着一程迷惑 你的心情迷惑 如果你的心迷惑 如果你的思念 不再需要谎言 我就在你身边 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 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 但也许我可以陪着你 满下哭泣 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 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 但是只要你轻轻地呼唤我 我就在你身边 也许我不会说 你要求的沉默 也许我不会说 你要我显克 因为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 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 但也许我可以陪着你 满下哭泣 我不是一个好的诗人 也不是一个好的爱人 但是只要你轻轻地呼唤我 我就在你身边 博叔嗨了 我也嗨了 我还记得博叔在这个舞台上唱的 我是一只小小鸟 后面很多乐队 然后他也在投 但是刚刚我看到的波叔 我而且是那种眼神 就马上那种 那种眼神 好迷人 真情话啊 这首歌是我第一次第一次听 你是唯一的版本 其他版本都再也不听了 因为这是最好的了 这歌我喜欢是因为这个 就唱这歌的这个人的状态 就是我总是做不好 总是做不好 就他很自责 就用特别自责情绪在唱这歌 他说这个是谁的歌啊 周志平 写那个那一场风花雪月的诗 那是有一些年岁了应该 然后他还娶了一个那个 我特熟的朋友 他老婆你也熟 对 所以这是你们三个人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博叔在这个舞台上 他每一次唱歌的时候 他都努力把情感投入其中 我觉得因为今天是最后一期 他有一种完全豁出去终于 要结束这一切的那种畅快感 他中间那个停顿 蹦停了很久 我超级担心 他再进来的时候灰心不准 一点都没有 而且狂也得要命 你让我鲜刻 所以唱到今天博叔 你在这舞台上还有没有什么遗憾 或者觉得哪些歌还没唱就结束了 从第一场开始就是我一直觉得 这是一堂演员的解放天性课 因为我们一直说解放天性是为什么 就是我们常年的生存在一个环境中 这个环境有很多的风险 有很多的压力 我们不得不让自己变成那个压抑天性的人 然后突然间只有在有一天 你极度悲伤或者极度快乐的时候 你才把天性真正的解放 就是那个本质的自己才出来 刚才比如说刚跟王凯聊天 就是说我们可以再 再 再 放肆一些 那能不能请王凯我们一起再一次解放天性 你们两个人唱一首 来 来 来 唱歌所有痛苦开始以前 痛苦开始以前 李宗盛的那首歌 鬼迷心窍 对对对对对 啊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 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 沾了千字的青丝却断不了 白转牵着它将我围绕 有人问你究竟是哪里好 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春风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 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是闺蜜的心窍也好 是前世的姻缘也好 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 是你的安排也好 是你存心的捉拥也好 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 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好 太好听了 刚才王凯问我 收入是起高了吗 解放天性不重要 投入情感最重要 开心最重要 开心最重要 你们开心吗 开心 你的感觉呢 我其实我不是太会把自己打开的一种人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吧 就比如说凯威哥 其实凯威哥也是不太善于把自己剖开给别人那种 那每个人性格不一样 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 可能我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情境 让我瞬间觉得 我这下我可以打开了 但是很快我就收回了 所以我觉得 伯哥这个话说的挺对的 来这儿就是够来开心的 来这儿是干嘛 解放天性的 我还得继续努力 希望每一个人在跨界歌王的舞台经历 都是开心的难忘的和解放的 谢谢王凯谢谢 那博士我也问问你 如果跨界歌王还有第四季的话 你还愿意来唱吗 如果凯威来我就来 那是约定好了吗 博哥 特别高兴 因为整个这个节目 我特高兴的是交到你这个朋友 我也想说这个 谢谢博哥 谢谢跨界歌王 给我们有这个缘分 因为曾经夜里三点钟 我们还约着一起出门 能感受到你们在这个舞台上的情谊 所以博叔我们最后的一场比赛了 那么多观众喜欢你 能不能再为他们唱一首歌 也算拉拉跳 让梦想的雨在那天上飞 让蓝蓝的天永远不要灰 让所有人的眼中 藏着幸福的泪水 永远不要再伤悲 谢谢博叔 这个夜晚真的美好 接下来现场的301位观众 你们要为博叔的表演进行投票 抬头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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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观 它过去有多美 也会试着不去想起 你会试着不去想起 快速就要对我来说 我这一次来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又能唱歌给大家听 这是我一直的一个愿望 因为你知道有一刻 能守着你的心 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 可惜知不知道 我等到花儿也卸了 专注唱歌还是说 要专注唱歌的评词 你还得先顾那种舞台表演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 天在天上 人在人旁 行去夕阳舞月光 我想通过我的演绎 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个 不一样的感觉的一首 经典老歌 只要自己这场 一上一场进过来 就OK了 因为我来这个舞台 就是想唱歌给大家听 这次有准备哪些歌曲 虽然准备了 但是总决赛还是会很紧张 所以昨天晚上有点失眠 因为改编之后难度还挺大的 所以也是很担心的 很担心的 对 海天为极心 秀声跨界 别让天 极心开秀 我为什么还在等待 我不知道为何让这样迟日期 明知回忆花 过后是黯淡 人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 爱爱爱过 我们既然曾经拥有 我的爱就不想停顿 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 共同期待 共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 我为什么还在等待 我不知道为何让这样迟日期 明知回忆花 明知回忆花 过后是黯淡 人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 爱爱爱爱过 我们既然曾经拥有 我们既然曾经拥有 我的爱就不想停顿 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 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 我们既然曾经拥有 我们既然曾经拥有 每个梦 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 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 其实王凯在演唱的时候 我想不仅我意外 很多人都很意外 这首歌真的很大 因为跟他以往的那个风格 不是很一样 我觉得在这个领域里面 才算诠释得不错了 这首歌是检验 是否能为成为歌手 或者是好歌手的 不能说唯一一首歌 但是它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因为它太细腻了 但我喜欢它前面的那个处理 可能它不是像韩雷老师 那样的磅礴 但是它给了一种人 一种亲近感 让我真的是没想到 会选择这么样一首歌 在这个舞台上来唱 说到选等待这首歌 有几个原因吧 你越来越想播书了 喜欢满话 总拿来你嘴远一点 那我也是想突破一下自己 就最后一次机会了 跨节歌王的总决赛 就选了这么一个 让大家可以说 是有点意外的歌 那第二个原因是 等待这首歌 其实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叫汉武大帝 那汉武大帝 对吧 对 是汉朝的故事吗 汉朝也是我们中国 非常灿烂文化的 一个巅峰时期 没错 你说到这个 我突然想到 我可以再做一次宣传 要宣传什么 就是我刚刚拍完的电视剧 大江大河 为什么会想到 这部电视剧呢 因为你刚才说到汉朝 是咱们很鼎盛的一个时期 那其实我们大江大河 这部戏也讲述了 这个改革开放40年 这一路走来 这个社会的变迁 生活的变迁 我们也是生在一个 很伟大的一个时代 其实不管是歌也好 还是影视作品也好 将那一个个伟大的时代 怀孕在观众面前 其实这也是我们演员 和歌手的荣幸 对 所以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 去把这些 就像你说的 中华的瑰宝 传承下去 传播出去 既然提到了大江大河 我也继续来安利一下这部戏 这个戏会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在北京卫视播出 所以各位一定要到时候 锁定北京卫视来观看这部戏 提前谢谢大家 那今天我觉得也不多做什么点评 那我想举一些数字 像王凯 你看唱了八首表演的歌 然后呢 大概清唱也有17首之多 在QQ音乐的排行榜上面 你呢 始终都是冠军歌手 对 到现在一直是哦 对 那当然也在QQ音乐 有很多的留言 哇 你把夸的画都已经抄下来 你看 可以啊 本着都抄下来 是不是 哇 还有一个算是一个点播吧 他说 在跨界舞台上 这个观众最喜欢的就是凯凯跟波书 观众朋友希望 有机会 你跟波书来一个合作 又是一次世纪合唱啊 太好了 唱什么 二位 安妮 安妮 哦 忘记的安妮 我太喜欢这首歌了 一会唱 唱完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喜欢 好 事到如今 不能埋怨你 只恨我 不能抗拒 我爱你 你 我不能失去你 爱你 我无法忘记你 爱你 我用神秘呼唤你 永远地爱你 这歌对我来说特别的这个 因为我家有两个孩子 我和我哥哥 然后因为我们家没有女孩 我和我哥哥都想生个女孩 就叫安妮 对 然后我哥哥 他太太先怀的第一个孩子 然后他说一定是个女孩 要叫吴安妮 结果生下来是个男孩 然后我说 好 那这个名字给我 然后我太太也生下一个男孩 然后他的太太又怀孕了 他说这回一定是个女孩 他说这回可以叫吴安妮 然后他生下来又是个男孩 结果我太太怀孕了 到第四个了 我就想按概率来讲 一定是个女孩 我说他一定叫吴安妮 我就天天说 我等着吴安妮 等着吴安妮 结果生下来是吴雨 又是个儿子 你没事 博叔 这个名字留好了 以后可以给孙女有 对啊 后来我把这个女孩的名字 给了我军事联盟里 演我弟弟那个王东 她前一阵生下一个女儿 叫王安妮 对 谢谢博叔 谢谢王凯 王凯 你是唯一的一个 唱了两季的跨节歌手 你自己觉得在这舞台上 你特别希望坚守跟传达的是什么 我小时候写那个同学录啊 其中有一篮包括 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的理想是什么 我当时在内兰写的是做一个著名的歌手 哦 这是你从小的梦想啊 那儿初中的时候写的那个同学录 然后时隔多年 踏上跨界歌王的舞台 算是圆了我半个梦 借着跨界舞台的光 我自己出了一张 我第一张音乐作品 然后今天零点的时候 发布了第一首歌 我要借这个舞台谢谢一下所有支持我的 无论是歌迷朋友还是影迷朋友 谢谢你们在我的第一张音乐作品 第一首单曲发布的时候 给了我这么大的支持和鼓励 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 我想把我这个第一首单曲的首唱 放在跨界歌王总决赛的舞台上 所以现在可以唱吗 现在可以听吗 对 是的是的 谢谢大家 心太早 相思的日处 同样望着 有人已退出 别看太清楚 何必太元素 走自己的路 不能消化刚刚好 一人分的孤独 我刚刚拿到了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显示的是 王凯的这张EP 在KQ音乐上刚刚一上榜 只有15秒的时间 就已经突破了 KQ音乐今唱片 销量了认证 这个时间创造了 KQ音乐的一个历史和奇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我们现场的 301位观众 要为王凯投票的时间了 支持按红色键 不支持按黄色键 排头看结果 谢谢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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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